嗯 剛才我住夢了 還有夢見我日本媽媽 好像在深圳那時候 努力地想辦法讓我去日本 然後呢 遇到有一個尼老師 好像他的兒子年紀還很小 住出去就是很慢很慢 然後呢 後來在夢見呢 我在深圳海灣又有公司上班的那個副總啊 叫朱丹的 他好像在請我們吃飯 我感覺已經好久沒在公司上班了 然後又叫回去請了吃飯 然後呢 那個時刻呢 他就在公開場合之下呢 首先表揚了我 說在場的當中 我的那個學習成績最好 然後呢 他說了一個說是哪裏哪裏人的時刻呢 說出了一聲 然後我連環就證我說像說其中的 我為什麼要就證這個呢 因為他是像說無序人 然後接下來呢 他又表揚了第二個在場的 我說那是我 那個初中 小學和初中 都是同班同學 也就是說講那個 我們江蘇啟動啊 那個教委和學習文化上來說 還是全國排前衛的 包括早年的那些 科學院院士之類的極大的文字 江蘇這項 江蘇這項賺了一大半的 賺了整個中國的早年的院士 所以目見呢 這麼一個 我想看一下什麼 這個是個我天上看到一個 一個圓盤那樣的東西 圓盤那樣東西 好像不像是那個廢鐵 好像是一個容器 開 藏口的容器 就像那個熱氣球啊 但不是熱氣球 類似熱氣球的一個爐框 是當然很大的一個 上面一個老壽型的 一個老壽型的上面 一個老壽型的模樣 在上面 天上的 穿上那個 穿上那個 我們電影當中常見的那種 算是人家稱的龍呢 就是資格比較老的 廟底的一些人 或者說地位比較高的 地位比較高的 但不是權力比較大 而是那個 學術 所謂的能力之類的 很高 現在人到他們 他們要從天上 要下到地上來了 他們要從天上 要下到地上來了 要俏學一些那個 有真才思學 真正的考驗研究的人 就像天上那個 那個 有時候我們看到 觀音菩薩 或者天上什麼 那個仙人 神仙之類的 類似這種話 就下凡了 就下來了 下凡了 下凡了 在天上下凡了 正在看 看了一塊 這個時候呢 老娜在天上說了 老娜在天上說了 說真正講 政才思學 這個年代 真正講 正在思學 正在搞研究的 能夠做出是共學的 早不是第二個人了 她說 寇重的 是排第一的 排第一的 不但把 把那個 很多事情搞明白了 而且還在 每天都在探索 每天把那個 太太探索 要找到 要尋找宇宙的規律 要找那個社會發展的 發展的更美好的規律 找那個自然規律 那麼就是 科學院 那些人 在研究 讓那個 社會發展的更美好 社會發展的更美好 就相當於 前的相當於 相當於理科類的 後的相當於本科類的 就相當於 一種是 科學院的 一種是工程院的 相當於我這兩方面 都在探索 人家都 很多是虛的 我這裏沒有任何一個 一方面是虛的 所以 未來 就是要傳播 新旧文明的時候 傳播新旧文明的時候 要重建社會的時候 就類似要見到那個科學院 和工程院 這類的時候 要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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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老吶 天上有時候 我們看電影當中 都稱他為老吶 或者說稱為那個 類似上 神仙之類的 就下來了 下來了 所以 也就是說 再提醒我想 這段時間 也不要放棄 要放鬆 研究 探索 他們知道 在我這邊已經掌握了 世界上沒有第二個人 能夠掌握的 比我更多的 但是叫我再去再去 繼續 叫我再去再去 繼續 叫我再去再去 繼續 好 明白了 從這裡看得出來 他們要 推動新旧文明 要重塑我們 結合其他的 就結合起來 就知道 重塑我們這個社會的思考 就是從學生理由來講 從科學和工程 這兩個理由來說的話 我都是走在前面 天上讀论課 天上讀论課 叫我再去再去 繼續 明白了 好 再見